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8月6号星期四天下新闻 我是李清文 先一开始我们带您关注的是 俄亥俄州州长迈克德恩威新冠检测呈阳性 这是美国第二位州长检测出出现了阳性 纽约时报专闻分析了美国疫情失控的独特原因 认为国家对于集体行动的怀疑 以及对特朗普政府对于病毒前后不一的反应 导致了机会的措施以及系列疫情的措施失败 收看我们以下详细报道 共和党籍的俄亥俄州长迈克德威恩 原计划周四在克里夫兰与前往那里发表演讲 并参观工厂的特朗普总统会面 为此他按照程序进行新冠病毒测试 检测结果呈阳性 他不得不取消了这次会面返回家中进行14天自我隔离 两天前他在发出对疫情的严重警告 提醒居民大聚会会将病毒传播给家人和朋友 这是美国第二位感染新冠病毒的州长 奥格拉荷马州州长斯提特 7月中新冠检测也呈阳性 他也是共和党党籍州长 曾参加特朗普总统在塔尔萨的集会 纽约时报在周四早上统计 周四当天美国新增死亡1253人 新增确诊病例50726人 在过去7天平均每天新增确诊56979人 比前一个7天下降了14% 佛罗里达州则跟随加州成为新冠确诊超过50万的另一州 全美至今新冠确诊人数超过了483万2400人 死亡超过15万8500人 纽约时报周四在一篇题为 美国在控制病毒方面独特的失败的文章中指出 面对疫情世界各国都曾犯错 但美国却是唯一一个经历了连续四个月 疫情仍然持续严重爆发的富裕国家 该文认为将个人主义置于政府限制之上的传统 以及特朗普的政府不像其他富裕国家那样 愿意听从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 在病毒检测是否需要戴口罩 疫情与经济开放的关系等问题上反反复复 导致美国在对抗疫情上不像富裕的强国 倒像巴西 秘鲁和南非较贫穷的国家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